高手附送的致死 感受到全面开班以来 面临的众多的挑战 补足健保拼图 健保节目活动 邀来过去几任卫生署长 和卫福部长 见证健保保障民众健康权 还推出探索台湾健康平权 记录台湾健康成效和医疗平等 在众人努力下 跨越生理地理经济散弱的困境 成为全民引以为傲的健康政策 近期再也提案健保点值 1点亿元入法 希望有效回馈医护辛苦 健保的点值需要考虑到 成本效益的问题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当然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 到目前为止 我相信大家都有智慧 还有慈悲能 能够来想看 什么样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保障点值 不论它是1点1块钱 或者是1点0.95也好 但没有很完整的相关的配套之下 那恐怕对于我们刚刚所要做的 很多的改革也会造成 相当大的这个影响 1点亿元入法 卫福部曾多次表态 担忧保障点值会导致健保崩盘 一届则是看法两极 有人坚持保障点值入法 有人则认为只要中央 增加健康投资就行 行政院政委陈志忠也不认同固定点值 我想说说要1点1块或是一个固定点值 然后用公务预算来补足 那这样的方式会将来让健保的费用 恐怕难以控制 我认为朝向用公务预算来挹注 香港健康台湾来投资健康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路 陈志忠呼吁用公务预算投资健康 不是用来保障点值 这样才能让健保能够永续经营 明示新闻理生理 赞明S&S小组台北报道 COVID-19来势汹汹 明示新闻为你提供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4选50 4选20加入明示新闻台